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因为经济继续上扬 人民的生活可以得到比较风促和有进展 大家就说OK 有你 你明天一半地一半都好 只要我都得到部分我就算数了 但就因为这个疫症的关系 这个Omicron肆虐的关系 就令到中国的经济 因为防疫措施非常严厉 令到经济大幅跌下来 失业也高企 最近李一强为何重新缓约起上来 原因都是因为他主管经济的 这位总理 是要用他的能力去挽救中国经济 而也都调动了他很多的资源 会影响到 很多人都说会影响到二十大人士的布局 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 中国的政治就是这样 一环去扣一环的 也有很多人说是否习近平有机会会下台 李一强会上台 我觉得到今天说这些说话 实话都没有一片 言之上早 发生的可能性的机会也很小 不过在很多不同的迹象 公开的场合 反映到责理之间 存在着非常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是否与 用严厉的措施去做防疫抗疫有关的 有很多中国的所谓观察家 看到一些小微的东西 《华尔家日报》前两天有一个报导 就说李一强对这个防疫政策 处处都表现得不以为然 他就说 两个 习近平和李一强分别出席 用视像和面谈的方式 会见外国的企业高管 要安抚他们 这个抗疫防疫政策 令到他们 每个人都说要走 要安抚他们 现在报导 两个人出现不同的声音 第一个就是身体预言 就是李一强一进会场就脱了口罩 这个讲话里面 完全没有提到动态清零的四个字 也从来没有为这个清零政策辩护 只是说要致力在振兴经济和压制疫情之间取得平衡 而习李说这个封城的措施的时候 就是说严格封控令到日益咀向外国高管的时候 看来和你说了完全不同的说话 我说什么呢 比如在庆祝中国国际速进委员会 建会70周年大会 在其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 发表这个视频的支持习近平 说到世界因为疫情已面临经济挑战 但基本未提到中国自己的经济下滑的情况 就说对这个仍然要坚持中国特色抗疫的措施 但李一强同一个场合不过第二天出席 这是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会议和外国高管讲话 就说中国贸促会是政府继续支持外贸 报道引述多个议会者的说法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议期间 李一强一次都没有提到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 一进去钓鱼台国际管的会议室就脱了口罩 他会议结束的时候一边走一边就跟 与会者交谈陪同工作人员就提他 总理总理戴口罩 有些与会者说 在北京严格的抗疫规定下 李一强是无视戴口罩的规定 无视这个规定就用身体语言 是告诉中国人民听 告诉中国领导层听 他是对于这个严厉的防疫政策 是不以为然的 是不同意的 他不提动态清零 就更加进一步显示 他对动态清零的所谓的防疫措施 严格的措施是不赞成的 不赞成的 这一点我自己看得到很重要 他反复强调 智力在振兴经济和压制爆发的 COVID-19的疫情之间要取得平衡 那就是说 治理行间解读就是说 这个防疫措施 是已经对中国经济 造成一个非常致命的打击 一定要拉回出来 否则中国经济就会完蛋了 这个就是李一强 在这个 建外国的高管的时候 看出来的信息 另一件事就是 他十万干部的视像会议 他就说 对中国 就是外媒的报道 就说会上 李一强提出 对中国的形势描述 出乎舆论的意料之外 李一强说 困难是比2020年年初受疫情的冲击 还要大 这个叫做 要穩住中国的经济大盘 他承认 会不会做什么呢 政策和力度 就被人联想到 2008年金融危机后 4万亿刺激经济的政策 那个叫做大水万贯 和饮沉止血的政策 穩住经济大盘 但是 有很多后遗症 会出现 李一强说 在三月份 尤其是四月份 以来 一些经济指标明显走低 困难在某些方面 一定程度上 和2020年的疫情 严重冲击的时候 还要大 当前形势 其实是非常之 引人注意的 因为这个封城的影响 对经济的重挫 是非常之严重 武汉封城76天 上海封城超过60天 经济重要的程度上 两个城市不可同日而言 武汉属于中部地区核心城市 但上海 是个 製造中心 亦都是外贸中心 亦都是中国的金融中心 封了之后 衝击是非常之大 所以一强提到电话会议 事证会议 国务院提出六个方面 33项措施 穩住经济的基本盘 譬如有些退税 放宽汽车限购 有小微型贷款 中小微企 餐饮等等 有些优惠的政策 给他们渡过难关 增加基建 包括铁路 水泥交通 改造旧城区等等 刺激经济 他用的说法叫做 能出就进出 即是说 中国经济的形势 是非常之严重 经济是这样的 如果你不动不够它 它就像骨牌般塌下来 骨牌塌下来的效果是什麽呢 就造成非常之严重的 失业的情况 现在就说已经有 十几个百分之 相近二十个百分之 未来有一批新的大学毕业生 进入就业市场 失业的情况 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 就可能会更加严重 更加令人忧虑 大家都明白 社会经济上不了去 下滑了下来 人民的生活很困苦 失业问题很严重 就会构成严重的经济问题 这是稍有常识的人 稍有少少政治经济常识的人 必然会明白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中国经济出问题 其实是人为 当然跟这个疫情有关 但是中国是没有随着世界的步伐 向着与病毒共存的方向走 而某程度是自绝这个世界 即是旅游经济已经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没有人敢来中国 这是占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来源 不要说封城之后 有很多製造业 金融会受到冲击 只是旅游没有人敢来 而纷纷已经在中国 外资的企业 外国人都走的话 这个冲击是很大 这全都是人为的因素 只要你改变政策 自治而言 经济就会上去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越迟改 就会令到 那个经济 陷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地 有些被拿了 你是回不了 譬如香港也是一样 香港这个国际航空枢楼的地位 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因为这个严厉的措施 也都慢慢被新加坡取代 这是很必然的 这全部都是 没有认识一个大的趋势 包括防疫抗疫的大趋势 包括国际经济的复苏的大趋势 没有向着这个方向走 一些自食其果 香港不是没有这些人才 不是不明白这件事很重要 专家不停地说 要放宽 而香港服尚 要恢复很多经济活动的运作 不停地说 因为香港是受制于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一天不说 取消动态精灵 一天不说要与病毒共存 香港是不敢这样做的 人家日本放宽 香港人可以旅行 大家很开心 虽然是跟断 但是有个想法 回来又要混七天 会不会继续想 这件事 即是你香港人 出去的时候回来混七天 即是你去七天 就等于要住十四天酒店 你很无忍 又很贵 香港人都这样想 何方外面的人 是不是 无端端为什么来香港 你的旅游经济没有能复苏 只是说本地有 唐水均唐鱼 很多的从业员 你看看现在的旅行社 很多都不武正业 要去买商 买东西 好像超市 香港人是灵活的 不过现在是吊盐水 捱雷仔 所以 大家看中国经济的情况 当然不是 香港经济 是受到中国经济很大的影响 很大的拖累 第一 第二 香港的防御政策 亦都跟中国的防御政策 紧紧挂住 现在在中国大陆 你一强行出来 去告诉中国人 告诉外国人 这个防御政策 已经对经济构成很大的冲击了 那是不是就等于习近平的力量 勢力会因为经济的问题 会消减 最后会 不能继续下台 当然不是 现在是你一强出来 撿烂摊子 但是会不会对中国的权力格局 会受到影响呢 还要看 中国政治 都是一样 不是说 你说就是这样 会有很多不同的派系 很多的力量 在互相拉扯之后 才能得到结局 未到最后一天 揭宗 你都不知道 暂时见到这里 支持我非常 支持我深夕的频道 多谢你们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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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